我們看這題 他問說下類哪一個數最小的 好 那我們每個乘方的話 把它給算出來 這負3乘3次 所以是負1 負1乘3次 所以是負1 這負1乘4次 所以是正1 他有什麼呢 四個負 偶數個負的話就是正的 這負得正 負2乘以負2 所以是正4 2得4 這個三個呢 負2相乘 三個負2相乘 有三個負的 所以這是負的 2乘2是4 4乘2是8 所以是負8 哪個數最大 4最大 在數線上 這是0 這是4 然後這是1 那這裡多少呢 這裡是負1 那這裡的話是負8 越左變得越大 所以4 大於1 大於負1 大於負8 也就是說 兩個數最小 所以答案是負8 所以答案應該選多少 選D 負8最小 負2的三四方最小 是負8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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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